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一盆迷迭香的盆栽 养迷迭香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等到它开花 它的叶片就全株带有芳香 这种芳香啊 沁人心脾 是迷迭香特殊的香味 只要你凑紧它 就可以闻到 养迷迭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它是喜欢光照的植物 一定要放在户外 让它晒太阳 很多花有养在室内是错的 如果养在室内没有阳光呢 它很容易大面积的黑叶片 叶片会发黑 最终会脱落 然后呢 你就把它养死了 此外 迷迭香是一个耐干旱 怕接水的植物 所以给它浇水的原则呢 是宁少物多 而不是宁多物少 因为你如果浇水太多又不通风 接水在花盆里面 它的根呢一下就烂了 它特别怕接水 所以啊 给它浇水呢 一定要等到它盆土彻底干透了以后 再来补水 不要呢 越浇越多 不停的浇 容易把它浇死 这迷迭香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西餐的常客 咱们西餐煎牛排啊 哪一片牛排 就要搭上一片迷迭香的叶子 那就是这个迷迭香了啊 长得就一模一样 把它剪下来呢 直接就可以跟牛排一起煎起来 那香味啊 甭提有多香啊 甭提有多香啊